然后你也再往外扩,基层一层加,它不一定,这个就不是说非常规矩的,一定要画成哪个形状,你只要掌握一个花心,就是花心要画出来,先从花心开始画,对吧,然后把花心画出来之后,然后再往外一层一层的往外加,就看你,你可能说哪需要啊,可能这多一点,或哪多一点, 你就这个就不是说非常的规矩了,你就看怎么好看怎么来,然后这是盛开的,然后花苞的话也非常的简单,花苞的话一般是两笔,它非常简单,就这样,就慢慢的下来就行了,就是,等会我们示范者会更清楚,就是不让它开放,你也可以说在外边稍微弄出一半来,或在这边,这个花瓣开放一般都是, 就是一侧开,你可以说这边,在这边开,但不要两边都开,两边都开,就不让它对称不太好看,就让它一边开就行了,然后这是一个没有开放的,这是一种结构,花的话等会,它那个,因为它没有固定的造型,所以说大家就知道,一个原理一定要有花心,还有花瓣就可以,然后荷叶的话,荷叶的状态,